今天怎么这么帅 帅个屁啊 我现在一肚子气 气死我了 我真能 今天还能播吗 没跟你讲吗 已经在申请 我们现在就等这个最后的结果 明白吧 因为我在这个处理的过程之中 遇到了好多让我特生气的事 我也都拍了视频 但还没剪 这个 然后到时候 待待待待会咱们再说这事吧 迪斯尼这么多人播 环球现在你上 你查查你看到有多少人在里边播呢 但人家说了 人家是小主播 人家还用了您 您是大主播 您这个就要受管制 小主播我们不管 明白了吧 小主播随便播 我知道很多人播过 全球的环城 我过去 环球影城 哪个没播过 对吧 那个美什么国的那个 咱们去播的时候 你记着吧 全场美丽国的时候 全场给咱放国歌 凌晨的 等于是国内凌晨的时候 对吧 我发自我内心本身来说 我喜欢环球 我爱环球 我对迪斯尼评价一般 为什么 因为 我觉得那是一个适合小孩的 成人来说 对于我来说 我喜欢的这个 梦的这个世界或什么 就是环球 但是我确实 也不知道 就是对于这个梦的世界 我理解的应该是自由公平公开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然后全球其他的咱也都做过节目也没有 要么就除了支持以外 人家就是感谢 但是今天确实是不知道人家有这个临时出的规定 有可能是今天早上刚出的规定 然后呢 咱们也已经在过去的这个两个多小时的三个小时的时间 我跟团队的人就一直在跟他们沟通这个事情 争取还是什么呢 争取还是能真的通过一个正式的 刚刚咱们那个属于是不正式的 咱们还是以一个正式的视角得到官方的这个认可 咱们去给大家展示一下我心目中 环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环球 好吧 兄弟他待会他说如果沟通完了 最后如果还是不行 或者还需要等很久的话 咱们就退票了 明白吧 我没有必要 我来这已经来过三次了 然后上两次是为了踩点 就是为了其实说如何让大家有一个更好的游园体验 包括我觉得哪些东西是坑 哪些东西值得大家去一定要来感受的 结果今天整个的路线 包括我选的这些温度 昨天晚上的时候说白了为了这个 我在梦里边跟龙王爷 还有啥的土地都打招呼沟通了 今儿给个好天 看着点别放风什么的 然后问了我大概几点什么时间 我现在整个的 本来我跟风托说的是 你只要让他12点到2点这两个小时 师傅这帮人说沟通网就想跟你 跟我私下说一下 那行 那等一会你先看你自己 要不然他默认是没人的 搞定 搞定了吗 搞定 知道人家费了多大劲吗 人家展示了多大的诚意吗 沟通了三个小时 真的发的所有的信息提交的文件 全是英文 没有一个看得懂的 说了 专门安排咱们有工作人员跟着 带网友感受一下最好的环球体验 好吗